新北市一名损农采收了两大袋的贵竹笋 他要搭捷运从淡水到板桥去卖 不过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 他干脆利用时间在车厢里头整理起竹笋来了 但当时坐在车厢拿出菜刀把竹笋的硬皮给削掉 亮刀这样的举动却把其他乘客给吓坏 结果这两袋贵竹笋都还没卖 就先被捷运警察依照大众捷运法开罚了一万元 抽象内明明还有空位 老先生却洗地而坐 旁边放了两大袋贵竹笋和棒衬 接着他竟然从袋子里又掏出菜刀 开始削其笋子来 但这个举动吓坏其他乘客 赶紧通报站无缘 捷运警察也前来关心 只见他菜刀用报纸包着就放在袋子里 据要解这名老翁家住在淡水 当天搭乘捷运是要到板桥去卖竹笋 只是才达到原山站就被发现通报 我带小孩的话会我要赶快跑 第一个不应该拿刀子出来啊 然后第二个你削东西也会制造脏乱啊 不敢再那一时嘛 不会在捷运上面削竹笋啊 正常的话 事发在上个月22号傍晚6点多 老先生务农 当天才刚采收完贵竹笋 从淡水站上车要前往板桥 由于路程相当远 他说把握时间才会在车厢内削起竹笋来 不知道捷运不能带刀 因此闯下大祸 老先生被一大众捷运法开罚一万元 不熟悉法令 这下竹笋都还没卖出去 就先赔上一大笔钱 记得这一回轮台北上报道